登革熱病例數持續增加 九號單日新增個案五百八十一例 又創下單日最高紀錄 機關署十號上午公佈最新統計 全臺本土登革熱通報病例數 突破七千大關 達到七千四百五十三例 疫情最嚴重的臺南市 單日就新增了五百零七例 高雄則是七百五十五例居次 奔倒只剩下臺東縣未淪陷 在這個目前的疫情 從上個禮拜開始上升 那可能是跟八月二十三號到八月三十一號 那在臺南高雄這邊都有連日下雨 那導致這個 從上週開始 這整個疫情都有在上升 而為了因應登革熱疫情 全臺推動各項防治工作 不過近日卻傳出登革熱快篩試劑將用完 機關署說緊急採購的登革熱快篩試劑 將提前送達 如果醫療院所還沒有分配到公費的快篩試劑 可以將疑似病例檢體 直接送到疾管署實驗室進行檢驗 公費上面的話 我們上次有進大概四千劑 那那目前也還在持續訂大概一萬兩千劑當中 那這一塊應該明天會有一批貨進來 那下禮拜也會持續的這個 持續的快再進來 目前臺南市就診病人較多 機關署表示將結合奇美 成大兩大醫學中心和臺南市五家醫院 建立病人分流以及醫院聯防機制 讓病人獲得該有的醫療照護 這就是顧特區台北市採訪報導